大家好我是Tim哥 大家好我是阿蕙 阿蕙 現在來做到一個目的 有了什麼目的 Xeroe 12竟然開始在更新 我已經更新了 你更新了 對啊 我這個人不做白老鼠 就是全身發揚 全身不舒服 所以就最新 嘗試最新的 真的喔 好那這樣啦 我們今天就來拍這一集 跟大家講一下它的更新哪些新功能 但現在應該只是Beta版吧 其實老實說現在連Beta版不算 現在連Beta版不算 現在算開發者預覽版 所以它是Devper Preview版本 5月應該會到Beta 然後目前看到的官方說明 是會一個月更新一次 喔一個月更新一次 預計是9月會推出正式版 但每年其實這個時程上 差不多是這樣子 差不多是這樣 欸那我問你喔 如果有人看我們這一集後 還是想要 試試看的話 要怎麼安裝 其實現在老實說現在蠻簡單的 因為它現在最新版 你可以用線上 你只要用Kolong瀏覽器 就可以線上做更新喔 你不要用程式 但是要注意一下你 這設定他們其實有啦 但是英文而問 我也許寫個教學 好再看看 看心情 好好好 但是上次這樣 就是你要裝 第一個你要裝你的Android的手機用的 全文式在電子上面 對 然後你設定好之後呢 這邊在手機裡面要進入開發者模式 開發者模式 打開USD Debug 這是連線部分 然後它接著會提醒你要開OEM解鎖 解鎖打開 基本上線上 就是它會透過預管器幫你下載 然後更新這樣 好我跟你講我聽完你講完以後 我們還是先看它更新哪些功能好了 而且那個啦 我們都還沒 我們正在騙頭耶 喔 謝謝如果你今天喜歡的影片 馬上結束 我們今天都不講了 訂閱一下阿輝啊 如果你不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千萬也要把我們封鎖喔 那我們就正式進來看一下它這次更新的哪些 你知道我前面為什麼講那麼久嗎 為什麼 因為其實沒有很多功能可以講 因為它是慢慢釋出對不對 而且目前我覺得比較大的重點是它的新的影音編碼 新的核心的改變 但是這部分在用戶端可能還沒有 還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而且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這是一個開發者預覽板 所以其他大部分的重點是讓你今天是使用者開發者 你可以說開發者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用到這些新功能 去做開發 所以是比較早提早是一個預覽的角色 而且我可不可以再講白一點 那如果有人真的用了以後 是不是也很容易可能會常當機 老實說是一定的 因為這個連測試板都不算喔 因為我們剛剛說 其實Tim哥常常說是 Beta是不是Beta版 測試版 測試版其實就已經不穩定了 對 那所謂就是DP版就是這種 開發者預覽板 其實就是比Beta版非常非常早期 甚至是功能都還沒有確定 它之後會更新什麼新功能還不知道 所以其實目前它功能還會陸陸續續的增加 好啊 不然這樣啦 我覺得到時候我們這個影片大家錄了都看了 但是阿輝也寫教學 不過我是覺得啦 等他們開始說有釋出Beta版 你再開始釋 會至少穩定一些 我跟大所有的目前來講 更新會比較大問題 是因為它現在的這個更新方式 是一定會把你資料重置掉的 喔 OK 所以你這部分它並不能說是 因為之前像iOS有時候更新版 是可以資料保留 去做新的更新 但降板我記得iOS是降板還是要清資料 降板要清 對 降板要清資料 那這個部分它是 不管是更新或是降回去 它資料都要更新 都會重置過 所以你自己如果有重要資料是 不要在這個機器 不要在你工作上機器上使用啦 就是你可能另外一支手機再來用 而且因為如果你 因為目前它的第一批都是Pixel手機 Pixel手機 對 如果你是有之前Pixel手機 或你是有之前Pixel手機 你可以拿來更新藏鮮這樣子 好 那我們講有哪些的功能 目前的話我剛剛除了 剛剛講的就是像新的 新的螢幕編碼之外 一個幾個比較 我覺得比較明顯功能 第一個是 它這個我先說 這個我覺得它還沒有做完 還沒做完 我跟大家說在哪 它在 它在系統的手勢功能裡面 系統手勢 對 上面就有個 輕觸兩下 輕敲兩下 輕敲兩下 那我先跟大家說 這功能目前看來是不能用 OK 就是我這問題的動作 我就設了 我有設了敲兩下 大家有沒有覺得動作很熟悉 好像 隔壁家 之前做過 隔壁家有敲兩下跟敲三下 iOS14開始 14對 敲兩下或敲三下 我們去年就有做教學 對對對 它又把這功能加進來 但是這目前 然後它可以用來做什麼 它可以用來開Google助理 助理 開螢幕抓圖 抓圖 然後包括像說 你可以用播放跟暫停影片 但是目前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辦法啟動 但是這功能以後會有 對 這以後會有 而且 包括你看 注意看這個抓圖 我們剛剛研究很久 這個其實就是那個 按兩下電源鍵開相機的抓圖 連圖片都還不是正確 對對對 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 在之前版本已經有 臨近分享功能 臨近分享 包括像說很多的 Android 11上面就已經加入 比如像說 S21 對 像我的 Revo 2都有 沒錯 那你本來分享檔案嘛 那在這次有的功能 我覺得蠻不錯的 是在 Wi-Fi的部分 Wi-Fi 因為大家常常會有情況就是說 你有可能要分享 Wi-Fi密碼給朋友 對 但是你不想告訴它密碼 或是要方便一點 以前做法是你先點進去 它裡面會有一個 分享的地方會有一個 QR Code QR Code給你分享 對 然後現在還有做法是 它下面有增加一個 臨近分享 點進去 我看到了 你就可以用臨近分享 去分享給你的 其他機器 給我的Pixel手機 對 而且這邊還跳出來了 你看 已經跳出來了嗎 有它剛跳出來說 附近有裝置正在使用 臨近分享功能 輕觸即可以顯示 對 它這樣就直接把這個 設定部分傳過去 所以以後應該這個 臨近分享 除了不講檔案之外 會有更多的分享方式 就是應用面會更大 那這個我覺得還算蠻出席 但是以後會越來越多 OK好好 對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我 個人覺得蠻實用 就是我們常常會做 一部截圖 左邊是Android 11 右邊是新的Android Android 12 那就是Android S 那 左邊抓圖後 它就是 已經有這個像是 鋼筆啊 或是麥克筆的工具 就是以前就有 你可以上面畫 註記 那新的話 除了原來就有了 鋼筆啊 奇異筆之外 它還有增加了 貼圖跟 文字的功能 像我可以直接點 貼圖加到畫面上 然後你可以移動 甚至修改 大小啊 刪除這樣子 都可以自己 移照自己需求增加 另外你可以在這邊 上面直接打字 好 Google 那這是以前 你可能要另外用軟體 才能完成 那現在它就是 直接內建在抓圖工具裡面 會更方便 所以其實等於是 真的是更進階一些 對 但是目前還是 小工人啊 然後我覺得 因為還蠻初期的 因為 照常時常 是9月會上正式版 所以工人可能陸續 陸續增加 我跟你講 我們在正式上線之前 如果還有 增加很多新功能的話 我們再來拍一集 我覺得就是 好用功能還是跟大家 繼續介紹 對對對 因為包括剛剛我們 試的那個 抓圖的 編輯功能 對 其實有國外開發者 有挖出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 可能會加入 長截圖功能 長截圖喔 對 因為這個其實如果 但是這個有點有趣是因為 其實你用 因為安裝用程式可以達成 或是說像說你說三星手機 你如果先是像 OPPO手機 然後其他都已經有內建 這個長截圖 甚至iPhone現在也有了嘛 對 那這個是 因為他們在介面中有抓到 有找到這個選項 但是目前的版本還沒有 還是看不到 可能下幾個版本就會更新進來 我覺得這也是重點功能 因為 內建的話還是比較方便嘛 對 其實有些人就是很喜歡 用內建的一些功能 對 就是因為 畢竟他的原生系統 而且這個 我們剛剛介紹的功能 都很有可能之後 會被在移植到其他的Android手機上面去 對沒錯沒錯 好喔 今天謝謝阿蕙來這邊分享 好 我想問你說最後一件事情 我的眼鏡好不好看對不對 你這眼鏡到底是什麼東西 阿宅眼鏡啊 他其實就是 好阿宅 好那就這樣吧 智慧眼鏡 他跟BOSS耳機一樣 好以後再介紹 掰掰 好